強烈地震造成蘇花公路多處路段 攤坊 有貨車司機被掉下的土石砸到 還有三名登山客被落石砸到身亡 另外道路坍塌也影響通行 許多民眾至今還受困 無法下山 地震 地震 山崩地震 秀在這一瞬間開始天遙地動 山壁大規模坍塌 場面驚悚萬分 地震劇烈晃動 臺左線崇德路段 大面積走山 從海上遠眺 正座山被黃沙圍繞 看不見清水斷崖 直升機高空勘察 土石不停崩落 塵土滿天飛 蘇花路廊 肝腸寸斷 多處路段 災情嚴重 大清水隧道外 正條路塌陷消失 更有人在惠德隧道 停車場被洛石直接砸中 我們有一位林長在那邊工作掃地 那他說 當場就看到洛石砸死了 砸到那台轎車 是租賃車 那車上的乘客就死亡 甚至還有登山客在太魯閣 國家公園的追路古道爬山 其中三人慘遭 洛石努力 這起強陣光在俗化路廊就帶走多條性命 包含臺九線 臺八線 臺十一線 貪方災礦都很慘重 不少民眾也因此受困 像是在太魯閣包括園區遊客在內 有近千人還無法下山 而受困匯德隧道北端的四十位遊客 公所派車接駁 沿途更看見長長裂縫 原警不停勸說 因為有實際人一度不想離開 警方最後動用公權力把人撤離到安全區域 記者 溫家凱成立 風聲關心 花蓮報導